暖心送上爱的礼物皮卡丘 给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加油打气 小股东表示皮卡丘有10万福特电力 希望吴东亮能向皮卡丘有超能力 更直呼心心病后明天会更好 提债的业务强项布 经营忠孝显著 若以合并后总资产一概 台新星光金路的规模 将来到第四档 超乎运气 远超乎我的运气 台新金总经理林维俊脸上笑容藏不住 台新金约10点左右就通过合并案 而股东会一早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 不到9点就坐在主席位置上 股灵会顺利进行 还有股东暖心送礼 而另一头星光金股灵会的现场 可没那么温馨 要提醒各位股东 我为什么觉得价钱不适当的话 赶快就是当场的意义 请公司买回我们的股票 小股东现场发言 如果认为价格不合理投出反对票 说完满场股东响起热烈掌声 台新新光两家金控周三同天 召开股东临时会 两家股东出席率各78%跟81% 相当踊跃 新光金现场印表机印到热档机 因为身份审核严格 加上设备关系 新光金现场小股东大排长龙 股灵会9点开始 10点左右股东才都顺利进场 现场小股东及新光影工会理事长 都针对心心病提出意见 我是投反对票 我不支持他们心心病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忽视股东权益 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做一味的 要去反对或者是激进 这样子去抗争 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 能够促进劳资的和谐 那达成就是员工跟两边金控 这边可以三赢的局面 若是两家金控公司股东投票 通过合并案 预计11号就会送交金管会进行审核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新闻